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在这里要多谢昨晚带电话上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上留言的网友 就是这个月的5号夜晚8点多钟 本稿就发生了一个非法日警 预期逗留的越南节的男士 他怀疑是企图拒带一个女童的事件 引发社会的讨论和关注 我们如何打击拒带的事件 以及如何提高放愤的安全意识 所以今天我们都会来谈谈 关注预期逗留人士拒带儿童的事件 介绍今天请到的嘉宾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治安警察局公共关系处处长赵崇远先生 赵崇远先生你好 我们邀请到 执役大律师韓炎坤先生 韓律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邀请到 澳门警务人员协会副理事长李慧明先生 李生你好 我们还邀请到 孟智豪夫人陀疑所主人黄黎敏 黄小姐你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 打电话上来和我们沟通 或者发表你的意见 电话号码是 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盈光网上的网址 加入我们的网上交流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的重点新闻澳门最早 今天下午有澳门公职人员协会 陪同两百户购买了 位于珠海斗门的 雄泰海半山花园的 澳门业主代表 到特首办抵交请言书 要求行政长官介入 并协助处理有关问题 有关楼盘在宣传时声称 拥有私家园楼 高级会所 酒店职管理等配套 但已经扣入的澳门业主 在该楼盘进攻之后 竟然发现上述的悔徒 均负缺缘 怀疑被发展商欺骗 随此之外 该楼盘唯一的出入口地段 更加怀疑被发展商 私下出售给其他公司 作兴建友谊院之用 现时有关地段 仍然在施工当中 司警局局长周伟光表示 有地产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案件 案中受害者增值约50人 涉案总金码增值超过6600万港元 但由于涉嫌非法集资的人士 在未出事之前 没有人举报 对调查和手证造成了困难 自2014年至今 共有三宗涉嫌非法集资案件 周伟光称 管澳非法集资的刑札 最高阶约两年 他认为需要检讨 现行法律配合执法 但前提是 社会需要达成公式 土地公务运输局局长李探峰表示 政府对于路环荔枝碗船厂的去留问题 仍然没有决定 公务局需要与相关部门再作研究 局方现在最关注的是船厂的安全问题 会对建筑物展开安全评估 澳门优等星今天展开走进校园活动 三位导师来到澳门劳公子大学校 与学生进行了精彩的互动 各位导师演唱了自己的代表作 学生们即是与导师合作 演唱了《那些年》、《小汉运》、《谷花台》等流行歌曲 学生们表示非常高兴 能够与导师面对面交流 校方則表示 期待更多的同学能够参与澳门优等星活动 好了,分分来我们澳门开港的演唱了 我们知道是5号的晚上8点多钟 一个越南寺的男子拐大一个女童的事件 我们的记者也做了一个新闻片 大家先来看新闻片了解一下事件 本澳发生怀疑企图拐大女童事件 本月5号晚上8点多钟 一名两岁多的女童 跟着爸爸到黑沙环东华新村 无间超级市场购买期间 特别不租一名男子企图铺走 幸好爸爸吸食发现 何止拉回女儿并且报警 试案男子一度逃跑 罪装被一套人制服 被捕越南男子姓喬 51岁 警方翻查记录 喬某是2014年年底 因非法入境被紫安警接祸 目前一直持有行街址等待前返原居地 紫安警发现人昨天证实事件 竟然也见不到那个疑犯有任何选购 超市商品的行为或者动作 当那个市主进入超市里面放下了他的女儿之后 这个疑犯即时一手抱起了他的女儿 并且立即向超市后门的方向离开 期间也在病犯中见不到那个疑犯 是跟那个女儿有任何疑犯声称 跟他玩、跟他聊天的行为或动作 警方目前跟进案件 会在既定的机制中加强巡逻 同事呼吁市民 带小朋友爱束 要有安全防范意识 好 回来我们迎训了 我们大家已经看到这条片 都了解过那个事情的经过了 先问问我身边的赵实星 其实我们知道澳门 都在全一个治安环境不错的地方 都竟然有发生这种轨弊的事件 那我们将来应该怎样去打击 这个轨弊的事件再次发生 首先其实这件事就是个别事件来的 没有迹象显示 澳门就有这个趋势会有轨弹的 还有我们正在调查 那个研犯的作案动机 是什么原因而导致 还有澳门基本上是相对安全的 请市民放心 明白 问一下洪律师先 有些问题我们都看到这个案中的男子 其实是说到2014年的年底 他就是非法入境进了澳门 他现在好像有行鸡子 又在澳门居住等待那个前犯 其实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些非法入境 展开的法律程序是怎样的 其实对于一个外籍的非法入境的人士 当然我们唯一一个遣返的工具 可能就是一个透过机场 或者飞机去遣返的 而这些非法人士 往往本身带不足够的金钱 扣买这个机票 那在这方面 因为如果你太方便 令到他立即遣返 变成澳门好像一个偷渡的天堂 那你来就可以有机票走 但是问题一样 在这个程序里面 大概需时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会完成了譬如身份的核实 机票的遣返这些程序 当然为什么会有些人会年纪呢 因为其实当治安警察局 在签这个逛街市的时候 也都会命令他几时几日要来报导的 那如果他没有来报导 那变成他就可能超出了 各个治安警察所掌控的范围里面 当然这个不来报导 都会构成一个为例取的 但问题一 因为他也都是尝试着 非法处一个非法状态在澳门投入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逗留期会 相对来说会长的 但这个已经是一个非法逗留的情况 明白 再和李生谈一下 好像案中这样的非法入境者 其实是澳门多不多 而且他们是目前处于一个 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地方住的 一个三无目以的人员 那么对于这些人员 在社会上会不会构成一些社会的隐忧呢 我这件事我认不同一字会上所说的 澳门暂时来说 都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其实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会有安全隐患的 现在你说的那些所谓过期逗留人士 在澳门其实都是算是很多的 这样在社会上 尤其是跟别的朋友在一起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出没的地方 我们是不清楚的 还有他暂时来说 他是我所知 是有过过千个这些所谓预期逗留人士在澳门 那警方也都没有那么多的警力 可以每一个预期逗留人士都找人去跟着他 那我好似律师他说 那些人他们是一行佳次去的 他不回来报道的 我们最多都是告他违令罪 那违令罪就算去到法院 因为他都是在澳门逗留的 因为违令罪他不会令到他所谓入狱的 那之后的即使的警方拉了他 拉了他之后的拿去法院 法院又放了他 是一个不停的工作 但是这个工作里面 我们没有一个终结在那里 那也都令到警方很浪败人力 物力去做这件事 那如果真的要将这件事来解决 我相信一定是要经过立法会 立那些新的法例 来杜绝这些非法人士 明白 再和黄小姐谈一下 那你作为家长和幼稚园的主人 你觉得发生了这个案件之后 家长会不会有点担心或者是害怕 当然是很担心 其实我们也听过很多家长 其实在澳门相对上 他们也不相信有这些事发生的 就算是之前可能一些误会 有某个大型商场里面 有两个抱着的小朋友 其实经过警方的调查 都知道是一个误会 其实当时我们的家长都 澳门也很安全的 但是经过今次又发生这件事了 真的抓到人了 其实他们提心吊胆的程度也是增多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关的部门 可以加强一些警察的巡逻 加多一些去查一下他们 究竟是否一些非法逗留的人士 其实多了这些 对于保护我们的市民 其实都很重要 所以在其他人一样 我问一下周师 我看到你为何这些外籍人士不能前返 问题可 Blues can we with you 解释一下 好 关于外界人士的嫌犯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核对的身份 要跟原居地的国家核对身份才可以进行嫌犯程序 一般我们首先会被俗称行街址,避了他之后等他一定期限过来报道 同一时间我们都跟原居地的国家核实他的身份进行嫌犯程序 假如他不来报道的话,我们再截到他,又可能会塞在行政拘留 行政拘留他十六十天经法院批准后,原则上这段时间足够给我们遣返他 我想问一下这个案中男子他之前有没有被拘捕过,拘留过六十天 这个案中男子就没有,一直在核对他的身份 还有给他问那边的亲朋戚友,就买机票,挪钱买机票 即是返程的费用 即是他们一直等到对方给机票钱,现在就是等着他们筹够钱才买机票 但他们现在的住所那方面,你们了不了解呢?澳门的情况你们了不了解呢? 澳门一般都会租住一些单位,他的情况我们都会密切留意,关注 但是他没有顾照怎样居住?他拿着行街址就可以在澳门逗留,临时逗留 但如果他不报道,就变成是预期报道,那就会触犯那个为领罪 那么我们都会加强那个巡逻,好像我们经常都会做查车,查证,折查 他类似都是预期报道,那我们就会建议做个报告,做不録,去法院 和司法机关上批准,作出行政的拘留 拘留期内,他一般都可以完成这个宪法 明白,再和洪老师谈一下,我想问一下,其实这个案中,他当时就说 表示,对于这个事案人,他当时会以诱拐未成年人罪和惠宁罪 将他移送警察院处理,我想问一下这两项罪名,他会得到什么的处罚呢? 其实惠宁罪最高了一年而已,诱拐未成年人最高了三年 其实这个刑复,不止去到需要采取积压的措施 因为你如果刑复超过三年,才可以采取积压的 还有一件事,单纯抱这个行为,那个动机 究竟他目的是拐未成年人,还是说目的是抱走小孩 送回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或者牵涉到有些负买人口的罪行 因为单纯这个抱,这个动作,我们没有办法去断定 它动机是想怎样,但是在客观的角度里面 包括现场的环境,甚至是陆像的环境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去推定到,或者可以证实到 它有更大的犯罪动机 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有时抱一抱 当然,他是一个非法入境者,大家会觉得心寒些 但如果抱一抱,那个不走的是一个澳门人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比较,会不会那么容易担心 所以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会产生有不同的一个情况 包括犯罪,每一个犯罪都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定夺,究竟他是想实施什么的犯罪 明白,好了,我们现在听听家庭观众的意见 现在要邪小姐再来,邪小姐你好 你好,早几天看到一个新闻 有个越南籍的国籍居留人士,抱走个小孩 这个救得翻和发觉得早是一件好事 但是令到我们有一些反思 就是刚刚我们有治安警的代表人员 那我就澳门大 以前很多偷渡客和有一批南大的居民 就是支持澳门新闻症的人士 那当时我们的警方 包括特警、治安警、司法 都会在街巡邏和折查那些人士 但是呢,反观现在我们赌权开放 那我就发觉警力方面 去查那些人 就是在街上查那些人 有时突击检查就有 但是呢,我觉得他在那个程序上 就没有以前二十几年前那么积极了 那在查那个国籍居留人士 那现在这个无端端 这个越南籍人士 就发现了他抱个小孩 原来是国籍居留的 那在这么突然的一件事 里面都发现一个国籍居留的人士 那究竟我们澳门有多少个国籍居留人士呢 我们警方有没有注意这一点呢 那当这些国籍居留人士 那他要吃饭的嘛 那他没有钱吃饭 他就做饭法的东西了 抱小孩啊 或者绑票啊 或者偷东西 什么都会有的啦 那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引出一件事 希望我们的警力 就是我们警方呢 多些去查一些人士 就是路人啊 或者那些黑警啊 旺居啊 那些黄居啊 嗯,好,多谢谢小姐的意见 我们听听下一位观众 马生的电话 马生你呢? 那多位好,那多位好 你好,马生 是,我有些朋友呢 有小朋友的 我觉得警方呢 应该就寻查多些 你如果见到有些人 大小朋友 有小孩在那里哭呢 警方应该过去 问一问他 他小孩是谁 应该 坐一坐去看什么环境 那稳稳一点 我刚才听到有个 区别人说 是不会 一个人没有钱 我觉得不是说 非法者 一定会做坏事 或者他不做 当然 每个人都会做坏事的 为了钱 什么都肯做的 你觉得是不是 那我不是说 他一定是非法者 或者澳门人 哪个人做 我觉得是 一个人 不可能他 不会 他会挖住石头 放在口吃 当不会 拿石头放在口吃 会不会 那样的人应该是 懲罰 坐了十年、二十年 阴光的示範 如果逐个小孩 要去某个地方 我不知道 我估计 逐在那里 听人说 以前的听人说 斩手做乞衣 有些人买牆 给人 我真的听回来 是不是真的 我不清楚 我觉得 警方应该 巡查多些 近学校的头 你知道 有些 家庭那些 大使王科学 有他按机器 乱按跑 在商店 家长去买东西 去买东西 买东西 两头跑 那些应该是 来不中 警员有个权利 又去里面 文章 文章 都看到 又去巡查 是什么 好像 那些秘密电视 就好了 天眼也挺好 很清楚 看了什么事情發生 很多人反正天眼 我来私隱 就没什么 我认为 那些天眼 就是挺好 捉到那么多 破了那么多 如果不是做了 小朋友很可憐 他瘋了很可憐 那家庭不见小朋友 追谁 我觉得不是一定 应该是一个人没钱 杀人都够胆 不会 或者是居然 我觉得是 有关部门 调查清楚 是什么事情 还有那段时间 听见很多人 做小朋友 我觉得保援政府 保安部队 做多些文章 去跟着 去参加市场 那些地方 看见小朋友 就会怀疑 立即买问他是谁 最好 那些学校放学 小朋友只要走出来 没人理會 有个学校 我见周时任 有时候我见 我的小朋友 小朋友都是 十岁左右 他放学 他走出来 那些老师就不问他 是谁 他没人知道 一小时 有人哄他 给糖糖 你吃吧 你爸爸在前面 他跟着下面又大件事 我觉得不要那么怡气 有些学校很怡气 不可以跟我的学校 学校名字 很怡气 因为我见过 我帮我的小朋友 接过小朋友 我见过小朋友 没人理會 好 多谢马先生的电话 马先生提及到 要多些巡路和巡查 那我想听听赵石的意见 好多谢邀请马先生的意见 我想讲一讲 其实我们在2016年 总共折获了 头一季 一至三年 折获了395名非法警察 相对于2015年 一月三月同期 折获了530名非法警察 相对大幅下降 还有我们都在社区警报方面 都会进行沟通 情报收集 了解非法逗留 预期居留的人的地址 我们会进行主动出击调查 同时间我们都会采取 在街上的查车查证 多方面进行的全方位 就并非好像谢小姐所说 少了 相对来说应该是多了 那我们就文庄的次数多了 主动查的次数也是相对多了 也都近年 由去年一月开始加强打击这个偷渡之后 也都看到趋势是下降的那个迹着 特别是外地那些 外籍那些 外籍那些就基本上下降到35% 嗯 好明白 好了我们暂时谈到这里先 先去看看天气广告 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好了回来我们澳门香港的现场 那现在先问一下李生 那你都听到那个谢小姐有讲到 他说应该对于这些治安黑电 有多些巡测 还有做一些打机的警察 你觉得这样的做法 是否会对这些逗留人士 或者预期 非法里面的人士 其实是有一些组合你呢 那些巡邻方式呢 不是只有一个 或者只是有军装警员的 那巡邻方式呢 我们一个是叫做阻嚇性 还有一个呢 我们是专下来 是差不多我们俗称叫做拉人的 那我们军装呢 譬如现在呢 那些学校啊 我们是会有些军装的 就算我们把一个交通警员在那儿 好像在那儿耍交通啊 就是只是在那儿维持交通秩序 其实不是的 它已经是有一个阻嚇性的作用在那儿 所有的犯罪分子呢 它是取而不取难的 它不会在警察面前呢 来犯法架 那另外 其他地方呢 那警方呢 它也都有军装 但很多时候呢 是用文庄警员去 去採取一些行动的 因为呢 也有很多人呢 它不是很满意呢 整天呢 有些警察呢 去他面前出出入入 甚至乎有些人认为呢 那些警察呢 站在街上呢 是无用的 其实我们要知道 每一件势微的工作呢 后面一定有他重大的目的在那儿的 就算乎呢 一个普通的文庄警员 两个而已 就是坐在一部车里 你见到他可能在那儿 有此睡觉 或者又好像在那儿打哭怒 有此压怒 其实它有很大的作用在那儿 因为当地方一有事干发生 那些文庄警员呢 就可以第一时间 因为那些所谓叫犯罪分子 不知道是警察 可以即时可以采取行动 所以军装和文庄那两个做法呢 是不同的 那谢小姐她讲到说不好 其实我就不是很认同 因为她讲那非法人士那个呢 七十年代的时间 那些非法人士很多 那时我亦都是警务人员 我亦都知道那时那些环境 甚至什么农的行动 他说那个三二九 那些行动我完全是做过了 那些人的所谓的非法人士入境者 现在变成澳门一个居民 他其实在澳门是信 因为我们叫做他无犯事 跟着之后我们才避过证 甚至乎我们现在这样看下去 我们不可以直成 我们现在好像戴了一个有色眼镜 觉得那些所谓叫做越南人士 或者其他人士 就一定是华人 我们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明白 是最痛黄小姐谈谈了 那其实呢 你们幼稚园呢 对于平时小朋友的接送放学 那方面呢 其实你们有些什么要求呢 嗯 其实接送方面呢 我想是都可以 譬如接送卡 我们一定要凭卡 才可以接送小朋友的 譬如他来到接送 尤其是有些家用的 那多数可能商职父母 那要家用来接 那我们也都要出示接送卡 那除非可能他已经接送惯了 我们已经见到 见了去了 通常都是他接的 那我们也都会放心给他接 那我们也都通知家长 若然他有换到家用的话 一定要通知我们 那所以其实是各方面 还有发生这件事呢 其实正正是可以 令到我们家长呢 提高一个警觉 一个警惕性 可能平时真的有些 见到家长可能他去买东西 或者去公园玩都好 那其实跟着小朋友 其实是防止以外 就是他跌倒等等 都是一个重要的 就是不要说 你有你玩 我有我打机 那其实这个 都是一个家长的责任 还有再刚才提过 一些家用的问题 那这个我就正正觉得 有时家用都要教导他们 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 应该要 怎样去拖着小朋友 那要怎样去 有一个警惕性 有时候可能家用 我去要出街买菜 我又要带着小朋友 那究竟是怎样处理呢 这个问题 还有学校那方面 一个 亦都是给学校一个警惕的 要怎样注意多些 就是刚才有提过 学校有些安全的问题 那我都觉得是对的 因为有时可能是 小朋友的出入 是的 那譬如 有没有那些老师在那里 站在那里 可能是看到的 其实老师站在那里 已经是一个 就是有一个作用的了 是的 好过打开了门口 都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在那里 是的 甚至乎可能有些 其他患入了学校都不知道 那这一件事 是学校应该都要注意 明白 好了 我们再听听家庭观众的意见 现在要李生在 李生你好 大家好 你好李生 其实我真的很开心 今天我们的警务人员 说得很对的 这个责任呢 有时呢 我们是澳门人 因为大家处于一个 很悠游自在的生活里面 和罪案比较少的时候呢 就比较警觉性比较低 其实澳门这十年里面 你知道那个所谓的赌场 开放了之后呢 那个经济也好 治安也好 是作出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是呢 我们的人跟不跟得上呢 尤其是对这个治安的问题 真的跟不上呢 但是我们又看回呢 为什么今次这件事件 那个回响这么大呢 其实都是我们的 就是那个法例的最后 因为那个法例的最后呢 令到呢 很多在非法入境的外来人士呢 都是不能够遣返他们 回来原居地 那令到呢 他也都不能够在那里做工作 也都变了很多这些事情 发生之后呢 非法的事情 不但只会增加 也到呢 我们的执法人员呢 老实说的皮于分明 也都你看到 是不是澳门的警察不做事 不是哦 大家都看到 就好像刚才的阿sir说 他不用走出来的 他本身摆在那里 就是一个警察的作用 阻嚇的事件就发生 但是你说 是不是整天都是 把这个责任推给警方 我相信 要想清楚 是不是自己都有责任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 真的过得太过悠闲 和太过安全了 但是现在社会的发展这么快的时候呢 我们是否自己自身都需要去理解一下 和要小心一些家人的生活 和这些这样的出入呢 那我们才可以一起去改善这个治安的状况 不是一下子 只是警察 我和你做了 什么都是来警察 或者什么都找警察 那是不行的 因为你什么都找警察的时候呢 你其实你自己本身 那个所谓的防范性 低了 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你只有 只是 套外河 澳门曾经有过 一些小朋友 是不见了的 我相信大家还记得 山顶的事件 那这些是 出现了之后呢 我们的政府 也是改善了很多 这些所谓的 漏洁 和漏洞 那我相信呢 这些是偶而为一 就是不是长期发生的事情 但是 我们也是必需要 去正视这种事情的 但是我相信自己家长那方面呢 真的要多些力了 但是警方那边呢 亦都在那个法例上面呢 真的要进促去 希望立法会那里 能够改善到这个 所谓 不可以遣返这一件事了 如果他再是这样下去呢 只要这些更多一些所谓的 武证人士 又或者 过期居留啊 甚至乎 都没办法搞他 现在我相信 有很多这些情形出现的 希望我们有关的当局 正视这个问题 是的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李森的意见 我们再听听下一位观众 蘇生的电话 蘇生 你好 是 你好 是 你好 蘇生 是 你好 你好 是 这样的 其实因为呢 这件事 其实就是 幸好 因为 就是 爸爸及时发现到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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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问题 其实衍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 我们怎么去 handle 下一次 下一次 会不会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 一次也更多 OK 某个程度上 我们看到的是 他现在第一次有一个 就说是 喝醉了 声称喝醉了 就说 没有东西 误会 那 何时都不是误会 就好像今次 因为有人看到 CCTV 又说 他的态度很明显 是follow up 是stocking 我们不是用following 而是stocking 像跟踪狂那样的跟着 然后再去捕咒他 OK 那 第二件事就是 他们说 那个事主 是 又 是一个 已经预期居留的人 OK 那 你想想 现在 有些人在网上 还说 声称是说 有些越南的工人 OK 那 这件事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OK 不代表我自己 那 我在网上看到 甚至乎是说 收了大陆人的钱 OK 你说去拐大那些小孩 给他们 那 我想说的是 我们怎样去立法 去看清楚 拐大儿童 这个罪行是去到多严重 我们说的是 有多严重 去看这件事 OK 我说的是很严重 因为 在外国 在外国 其实是很 一个叫 Feliny 一件事很重序的 其实 你这样是等于 以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The Night Stalker 在美国犯罪史上 这个就是跟踪那些 跟踪那些女人的 那 如果是这样说 现在你要知道 有几年前 Fallback几年前 是有个器官 就是说 叫那些澳门女生 不要这样 在地下商场那里 乱走 会被别人劏了 这样 这个其实 那个新闻 我不知道是真 还是假 但是 曾经是这样 去post 了出来 这样去 follow了出来 这件事 现在延伸到 由香港到澳门 原本我们想着 澳门应该很和谐 很太平 但是现在有这件事 应该是 是一个敲响了 一个警钟 告诉别人 now you'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kids now you're going to really observe your kids where are they 已经不是说 你跟着我后面 叫个小朋友 no more 已经是真的要拖紧了 要不然 又好像这样 一个麻烦 又说五回 又说想和他玩 很多很多 那些所谓的变态的 亂童癖的 就是 I mean end up 是杀了个小朋友 都是因为 我想和他玩 嗯 之后就是 啊 end up 是因为 那个小朋友 大吵大闹 所以这样 因为我读 犯罪心理学 I know that kind of thing so really 我觉得这件事 是 要给其他 一个reminder 已经是一个 rap alert 给其他家长 去敲響了这件事 多谢小杀生秘的意见 好 我们还有下一位观众 冯先生 冯先生你好 我想问一问 关于 那个是那些过期居留的 说他有那个所谓 俗称行街址 是吗 是 没错 其实 这些这样的人士 我们澳门 发了多少张行街址 有没有 你的嘉宾 有没有答不答到我们的问题 发了多少张 有没有数据 好 是的 在2015年 所谓叫做 我们移走了 移戒了的 所谓叫做 国旗 即其他国家 是有 3402个 这样 所谓叫做 非法入境的移走了 在2015年 是有519个 好 好 在2016年 1至3月 是有94个 戒走 好 而非法入境的人 要戒走 就是有77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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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通常来说 那些人 我们所谓拿去检察院之后 如果是过期逗留 那检察院 他就会拿回警方那边 那警方 他们就可以扣留去60天 那在60天之外 那这样 我们司长会做一个批示 例如说 叫做帝戴去出境 这样 就叫他自己 有没有钱买机票 如果没有的话 警方也可以 跟他申请 跟着之后 如果是戒走他的话 警方 就会 譬如车到去机场 如果澳门有机 譬如今次越南人士 就会车到去机场那边 如果是在香港才有机 那些 我们就会车到去码头 那个赤隆机场 给我们的船票去 就车他 但这儿一定是产生一个扭动 为何产生一个扭动 因为我们 譬如在香港之后 我们没有跟香港移民局那边联络 因为这个是权人权 那我们只是 第二阶再去 离开了 去到香港那边 那边的机场 那边的机场 就看看他们飞不飞走 那你所说 那些预留的人士在澳门 那为何他们会有机会 凡事呢 其实是好几个原因 因为他已经是2014年 他已经来澳门 他来了澳门之后 他很多时 或者那些朋友 那些亲戚 照顾不到他 照顾不到他之后 他很可能 今次他特意犯事 来给警方 为何呢 因为法院那边 检察院那边 他将他拿回警方 之后 他会拿去出入警示母厅 即我们北安那边 四楼有个机楼仓 那机楼仓 那机楼仓上面 是有电视 有雪柜 有洗衣机 他是好过出去 还有可以被人探他 那如果他在外面 譬如他无得吃无得吃 他很大机会 他会特意犯事 那你现在说今次这一单 所谓的事情 我们可能分开 有两个部分去看 第一个部分 它可能是一个私人性的问题 而是产生 或者本身的事主 和那些人 是有问题而产生 又或者这个所谓人士 一个疑人 可能他的精神性 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有机会绑架 而绑架是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是会比较最大的 因为我觉得 始终澳门有一帮 这样的非法居留的人士 喂喂喂 听到 始终对澳门的民生 或者治安 都有些影响 如果是法律有问题 应该拿上去立法会 或者相关法律部门 去容易跟进 但是有些法例 就很快做 好像那些高官 很快就搞 这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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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的日常的 生活安全 那些法例 为什么搞这么久 你搞这么久 都没有声气 先生 其实我告诉你 其实每一件法律 都没有说大与小 每一件法律 我们是会 按照它的程序去做的 但是给市民感觉 就是对于高官的离谱法 就很快 但是对于民生的法律 那些就慢慢来 那现在已经是一个例子 是不是搞到爆炸才要做呢 我再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这件事 我会认为它涉及到 一个所谓的缓解 因为很多市民 现在很喜欢在Facebook 或者在Internet 那个网上世界 他们自己就炫耀自己 我们有什么靓车 我们在哪里乘 它是给了资料的人 我叫什么名字 我儿子在哪里上学 他给了资料的人 是一个有因 有很多所谓的预期人士 他本身是没有钱 原来这个人这么有钱 我在Facebook 也知道他在哪里住 也知道他的电话 所以一个有因 形成了一个犯罪 有可能性 我叫随机性 随机性 根本上是说 他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钱 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他已经是窮和没路了 在澳门可能 他随机性 他想着 我拿个小孩去走 到时候他去问他之后 譬如一千几百也好 我也是拿来 还有宣布被拘捕之后 我知道 现在只是一单而已 不是终结的 分钟现在还有这么多 在澳门的非法居留人士 会不会陆续还有来呢 是不是 现在我们今天最主要的话题 是说那个所谓的拐大如同 所以这个话题是离开了 好 多谢冯先生的电话 我们暂时聊到这里 先去看看广告 回来我们继续探讨 回来我们澳门开港的现场 来问一下赵实日先 听到几个观众的电话 你觉得市民应该如何提高自己 一个安全防腐的意识呢 其实我觉得市民任何情况之下 其实都应该要小心看管好自己的小孩 避免他走失或者遇到其他的案件 保持那个警惕性 有需要那时候可以致电我们警方的999 还有我重申一下 因为澳门还是相对是安全的地方来的 只要各位提高警惕就可以了 还有没有迹象显示 所以迟行街市人就涉及犯案的数字是飘升的 相对来说 你叫大家没担心 对了不用担心 大家都是放心的 明白 那再问一下洪律师 那你听到之前有观众苏生 他就质疑那个法律制后 和理心都要提及到 那你觉得澳门这方面呢 其实对于这个苏生就质疑那个拐弊儿童 那个罪是否太轻了 那你自己怎么看 那其实简单来说 有两样的罪行 一个叫贩卖人口 那贩卖人口呢 其实这个严重性是高一点的 尤其是在国外这些地方 比较大的地方呢 可能它会使到这个儿童 成为一个性奴隶也好 成为一个奴役者 或者甚至是一个我们叫做奴隶的情况 那这个呢 是跟那个有怪未成人不同的 有怪未成人只是离开了监户人的犯卫里面 已经靠成犯罪的 但是当然你拐弹这个 拐弹这个未成人去到什么目的呢 因为刚才所说的 我们没有办法 或者暂时没有办法了解到 它的犯罪动机是什么 最终它构成什么的罪行 就是因为要了解这个动机 和它的客观环境是构成什么罪行 而去定夺的 所以因此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定出它是归类 是想触犯哪个犯罪 当然了 也都是澳门 对于一些比如说行街市 或者甚至一些国旗居留的人 怎么会这么久呢 其实除了法律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尤其是针对某个国家之间 大家可不可以透过一些协商 如何去加快这个程序 因为你要特区政府 一下子给钱 我都说了 如果给得快的 变成澳门一个偷渡的天河 我来这里就有免法 记住回到自己的国家 如果你给得慢的 可能会构成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你最好就是和它的国家 去谈讨究竟 在这些情况之下 因为影响到国与国 或者国家与国家的 地区之间的关系 因为澳门的 我现在都要透过中国 和越南去沟通 这方面可不可以加快 程序或者审核一些 有这样的记录的人 发一些护照给他出境 这个我们才可以解决到 这样的问题 明白 好了我们再听听家庭观众 陈小姐的电话 陈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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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我觉得澳门 澳门一向对那些小孩 不是看得那么紧 澳门市民没有居安私危 这四个字的感觉 因为太舒服太自由了 觉得澳门的人很善良 但你要记住 现在最多人说的是 澳门有18万个外奴 是来到澳门的 有很多真的被公司炒了 或者他们自己不做 就留下了在澳门的 那些人难听说的 他们真的可能住赌场 或者吃赌场的免费吃的东西 那他们是窮途末老 他们才做这件事 但今天我在澳门网上看 看一看那个越南人 他的样子是有点傻傻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看回资料的照片 他是照着给你们抓的 其实说真的 他是拐大或者任何东西 我就觉得没可能的 因为他跟那个司长说 那个家长在Facebook那里炫耀 那可能是有 但是也有可能性 就是5050而已 我觉得因为 就是我们家长 也真的要看着自己的孩子 也不能说 什么责任都推给警方 我觉得澳门的警方 已经是做得非常好的了 这个是值得表扬的 我家里没有澳门人的 不是澳门人 我先表明身份 但是最主要的 我最后一句就是 我们家长是一定要自己 看回自己的孩子 就好像我们银包的钱 是要自己看回的 不是说要别人来看的 我说的就是这么多 好 谢谢陈小姐的意见 好 谢谢陈小姐 陈小姐其实也表达 做了一个家长 自己进的责任 就是要看完自己的孩子 我想问一下 王小姐 那我们怎样会 小朋友 营造一个健康要安全的环境 我都很赞同 刚才陈小姐 自己的孩子 我们都要加强去看管 对于小的 我们都要拖实 管实 但对于可能一些 大的小孩 我们的教育性是重要的 比如教育 如何去保护自己 例如荒务间人家出去 或者是当出街 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 究竟是寻求什么人去帮助呢 当然了 可能我们小时候 妈妈都教 要找什么人帮助 警察叔叔姐姐 但是呢 可能在街上 你一路问小朋友 如果在街上 你见不到警察哥哥 或者姐姐 那你怎样做 接着就不知道了 其实是要教育他们 应该是寻求哪些人去帮助 譬如我就会教小朋友 如果当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 去哪里呢 可能去一些商店 里面 就是找的服务人员 他们就会帮到你了 譬如可能打电话 找妈妈 或者是找警察叔叔 那样 所以其实 我想是小朋友的教育 是重要的 是的 有时候可能你会 超级市场 你会听到广播 就说哪个家长 你的小朋友在这里等你 可能有酒散了 有这些情况 是的 譬如教育小朋友 可能要记住 爸爸妈妈的电话 有什么事的时候 都可以通知父母 我觉得黄小姐 意思就是说 除了家长要注意 其实小朋友 由小至大 你就要灌输一些思想 自我保护的意识 是的 你可能见到一些 教育的人 可能有刀巴 穿了一些烂衣烂裤 那些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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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应该要教小朋友 坏人是没有养婚的 是的 应该要教他们 咦 我们要自己保护自己 要提高警告 是的 我想这个 家庭教育 其实是一个重点 我自己会觉得 是的 是的 再跟李先生谈一下 我们其实知道 这个事件 都是 那个爸爸发现到 就赫止了这个男人 但是那个男人逃跑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 路途上经过的途人 帮他一起去捉住 这个犯人的男子 其实这个案件 都看到 其实都有一些 邻居 或者一些市民 一起合作去 才会完成这个事 那其实我们是否应该 发挥这种 互相互族的 我相信这件事 都不需要怎么说 这件事 是必须要说的 但是有时 可能 现在的社会 有些人比较冷漠一点 可能觉得 人家这些事情 可能自己 就不会这么理 你觉得是否应该呼吁 大家都要 互相高重 如果你要说呼吁 其实我 应该跟赵sir说 赵sir说 赵sir说 澳门 澳门也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其实真的 我们知道拐卖儿童 有80%以上 都是涉及 反卖人口 比如强弊性的劳动 我叫奴隶 又或者有些人没有失效 跟着去领养 反卖器官 或者黑盖 但我们要知道澳门 好像刚才 陈小姐说 有十八万劳工 已经 十八万 爱佬 根本不需要有所谓奴隶 好了 营养小孩 我们政府也可以 营养得到 贩卖器官 是很高技术的 医生都做不行的 有哪里会有贩卖 黑盖的澳门 我们除了在坟墙门口 或者在庙宇的门口 看到黑盖 澳门黑盖 是找不到吃的 就算你打了手脚 也是找不到吃的 所以你说涉及到拐卖 或者反卖人口 我相信 这件事只是 现在外面 比较紧张了一点 但是澳门 暂时来说 都是安全的 因为澳门没有这个市场 你拐了个儿童去 但他大了 他又要读书 他没有身份 看医生都不行 什么都不行 所以来说 那个拐卖 我不是说没有 因为澳门曾经发生过 曾经发生过 在山顶医院也发生过 在培证学校也发生过 曾经是发生过的 还有也发生过 诗埋票也有 那条诗 就是放在我们现在 那条桥的入口也有 但是可以说 20年来 发生过不知一两宗 甚至于绑架案来说 在2013年至2013年 到2013年 发生过三宗 是不是很多的 明白 好 最后的时间 都是给小泽总结一下 好 多谢 最后 究竟这宗案件 是不是属于拐卖案呢 其实都要再做一步调查 正如李生 所说 其实澳门没有市场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放心 最后都呼吁各位市民 发挥守望相助精神 一定是败卖的 有何情况之下 大家都要互相帮助 维持社会秩序 嗯 那洪律师呢 总结一下 其实除了有些人 获法行街地非法入境 其实澳门在刑事诉讼法 有一个手段 都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可以解决到 就是关于外地人 禁止离境 那么它的犯罪 又没有去到基 又没有去到定期报 就是又不轻过定期报 到一定要禁止离境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的社会 是不是应该有相应的配套 设施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暂时 因为基于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们针对这个禁止离境 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去解决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只是说 澳门是 是不是各样的法律 都可以解决问题呢 有些东西真的解决不了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 有些配套的设施 不一定是法律的问题 存在了解决不了 而是 你的法律根本解决不了 这个现实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采取一些行政措施 可以怎么去配合 但是政府部门哪些会羞辱这些人 很简单 就是这样的环境 但是很多人可以特意去报假案 我报假案的 就是各法院之后 如果法院批我可以 有行佳子的 我可以不用戒走 我还可以在澳门 我报假案 就可以留在澳门有证件了 我有行佳子之后 我又可以出去住 又可以成了 所以这个法律的问题 必定我们一定要尽快去解决的 希望有关部门的 或者 立法会也好 甚至乎法务局也好 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嗯 那最后的时间 都是听听王小姐总结一下 我想是 我们大家 家长之间 或者市民之间 我们真的 互相去帮忙 是很重要的 就是譬如 在家里面 看到一些小朋友 很哭 或者是根本不跟 那个成人的时候 我想我们去 看一看 或者是 留意一下他 看一看他 如果真是怀疑的 那我们可以 报警 可以 都减少这些 情况发生 明白 大家会互相帮忙 好了 时间差不多 多谢今天四位 上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是 不再希望这些事件 再次发生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小朋友 那我们明天 都会有官员 一起上来 聊聊家暴法 欢迎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